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可重置统计 这里我们要进入第五单元的学习 这个单元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运用 DPLYR这个套件里的函式来整顿资料 这个单元的学习目标主要就是要学习三个系列的函式 他们的功能分别有可以把两个以上的变数总合起来的函式 以及将一个既存的已经存在的变数 将其中的数值加工之后的函式 以及运用已经存在的变数 在我们设定一些规则来新造辨识的函式 那不管是哪一种函式都会有运用资料中 如果数值是字串或是日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一些数值资料来整顿资料的表单 那这一个跟这些函式有关的一些使用技巧呢 可以从这一些密集表呢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 都可以去做查询来帮助你了解怎么去处理 现在你要做的整顿资料的问题 那在这一份资这个单元呢 我们要做示范的资料呢 是由原电子书的作者所提供的这一套 叫做Discuss的资料集 那这是来自一个新墨西哥 哥哥大学心理系博士的一个论文 那原作者Lisa老师呢 她运用这个量表 她收集了很多年的资料 作为研究以及教学来使用 那这个资料其实从2008年左右 一直收集到现在 那最新的可公开的资料呢 是就放在原作者的GitHub上 所以我在这边首先先用 用Reads.csv来下载后 直接汇入到这个物件中 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呢 它有24个变数栏位 那总共有2万个观察单位 因此是个相当大规模的资料 那在这个资料中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三个栏位 其实都是跟 都是受试者的一个流水号 以及他 以及收入这位受试者 反映的一个日期 那后面的21栏呢 就是关于这个Discuss 这个量表的三个项度的各个题目 在每个人在这些题目上的一些作答的表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呢 它是一个遗漏值 因此这个在资料的清理与整顿上 有造成我们必须要去处理的 那为了要处理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用一到用几行的程式嘛 去处理 在分析之前呢 去处理它们 好 那关于这些题目 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呢 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 看到这三种题目的 它们的原来的问题 以及它们的意义 因此呢 只要能够整顿好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一些资料 它们所告诉我们的一些人类 是怎么样去评估这些所谓的恶心 或是令人反胃的资讯 好 那下一段 我们就要从RStudio开始来谈谈 怎么使用这些函式来去处理 整顿这些资料